各位新老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主力逻辑栏目,现在是2021年12月24号,今天上午已经收盘了,我们来看一下旁边情况 上证指数下跌了0.38%,创业版50暴跌2.25%,创业版指数下跌1.381% 中小创新下跌超过1%,而上证50方向却是翻红的 但是护升300却依然是下跌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些权重工具股的表现 权重工具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贵州茅台涨了3% 中国平安,招商银行,中信证券,金融商哨,权限是下跌的,但是跌的都不多 宁德时代暴跌了7%左右,这个情况就像我们今天传递出三个信号 第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在12月11号的时候,重点写了一个阴眼宏观的策略,告诉大家 为什么在高位把宁德时代调入到护升300成分股当中 它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要接下来以新能源板块的龙头宁德时代压制整个市场 第二个目的是让位给主板的大金龙中字头等低位品种积极表现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告诉大家,A股目前的主旋律是不希望市场出现过快的上涨 不希望市场出现脉冲行情 但是A股只要券商为首的大金龙一涨,就必然会有脉冲行情 因为整体的大金龙我们之前经过测算过了,目前有18万亿左右 那为了压制这18万亿上涨带动指数脉冲怎么办,那么就只能通过现在第一大权重板块 新能源板块总市值超过20万亿,那么通过他们来压制市场 然后烂位给主板上涨 这是我当时因应宏观重点表达的策略,很多人听完之后纷纷表示 这一个内在逻辑绝了,但其实并不是说绝了,而是A股为了走慢流向上的行情 必须走结构性行情 那么毕竟新能源板块在宁德时代带动之下涨得比较高 所以说近期宁德时代一旦调入互生300之后 就开始启动了连环杀跌 在12月20号的时候这个杀跌我们当时又讲过了 核心是为了杀互生300方向,为了杀期权效应 那么期权这一个月已经交割完毕了 然后宁德时代今天再度出现一个大幅度的沙跌 但是呢,沙跌的过程当中 上证50ETF今天确实翻红的 这就表明市场正在一步步向我们所分析的剧本靠近A股新一轮的行情 或者说必经之路,必然是必须的必二 是中字头,大金龙等主板低位方向 因为这个时候整个主力机构的调参布局 对整个市场的压制作用已经形成了 这个形成的点就是来自于宁德时代 所以说我们一开盘就来讲这个点 是为了让大家更加深刻的去理解 12月11号的这一天 为什么沪生300成分股调整 调出券三 大批量调入新能源板块 这里面的一些内在的逻辑 我们就把它分析清楚了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点 今天北向资金是出现了一个闭关的 因为毕竟是平安业嘛 那么沙拉的时候入股通关闭了 关闭之后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就是 整个的主力机构能否继续利用权重工具股来影响市场 毫无疑问是OK的 因为我之前讲过北向资金呢 它仅仅是属于A股的牵牛神 主力机构的力量也不仅仅只是在北向资金当中 它是属于北向资金和我们国内的资金是联动在一起的 属于同一个能量体 所以说今天上午有个非常显著的蛛丝马 就是早盘 贵州茅台快速的拉升 我们在前天的时候就讲过 临近跨年的时候啊 以贵州茅台为首的品种 它会继续上涨 拉动大消费 也就是白酒上涨 重启大消费 为什么要重启大消费 因为年底基金排名 很多公募基金 大规模的持有了以白酒为首的 一些大消费和报团品种 那么临近年底了 那么公募也得塞业绩 业绩太难看了 只有在这个时间节点快速的拉升 如果说没有 12月份期权交割的因素 我相信以白酒为首的大消费 这一波涨得是比较好的 但是整个期权交割结束后重新再来 所以说昨天茅台下午的时候大幅拉升 今天上午又快速上工 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点讲茅台 不是说讲大消费涨 而是要告诉大家内在的一个逻辑 那就是茅台上涨 主力机构依然是通过了金龙三少进行对冲 早上茅台快速拉升 看到吧 但是呢 中国平安就快速的砸盘了 包括招商银行 你看到吧 都是快速砸盘 这就意味着北项资金缺席的情况之下 主力机构依然是可以调用金龙工具股进行走错峰的逻辑 好 这是讲到了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是什么呢 是我们昨天有讲到 期权交割结束之后 一般会出现一到三个交易日的震荡叙事行情 昨天上午震荡 下午的时候直线拉升 很多人认为今天是不是就得快速上涨呢 昨天我就讲了 我不敢讲今天就会马上涨 我只能告诉你在这个阶段还是有震荡的逻辑 因为只有主力机构震荡叙事 把压制的筹码重新买回去了 那么整体市场才会重新开始上工 这是我昨天讲的原话 对于第二天的一个走势怎么走 还是要看主力机构的一个内在的逻辑 那么今天上午已经很明确了 贵州茅台上涨 金龙三少小幅度的压制 然后宁德时代是大幅度的一个压制 那么整个市场的平衡点就出现了 这就能解释今天上午为什么是 中小创新和创业板方向出现大跌 近期的时候我们反反复复的提醒大家 我们指出高位的品种有大风险 高位的题材品种也有大风险 也就是相当于当主板方向拉升的时候 中小创新等方向是会出现跳水的动作的 我们在前两天就这么讲 并且接下来还会更明显 因为今天仅仅是拉升了茅台为首的大消费 那么接下来一旦拉升大金龙的时候 那么中小创新这种品种就会打跌了 好讲完这个点之后我们再来看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今天的这个杀跌 让很多人非常的担心 因为有还是有不少人持有的整个新能源产业方向 到底该怎么去看呢 我只能告诉大家 宁德时代它目前的整个的这个市盈率是130倍 是高的 那么它的杀跌的是属于高位品种的一个补跌 这是第一层因素 第二层因素是通过新能源压制指数 给金龙品种大中字头方向浪位 第三个方向是还是跟年底基金排名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这么讲 你们想想看 在今年这些基金当中 持有什么类品种的是真的最好的 自然是持有新能源产业的对不对 那么新能产业当中 市值最大的就是零的时代 很多人很多的公补基金持有的都是零的时代 然后业绩很好 在年底要排名的时候 他就想了 那么我这个时候 我能不能把这个筹码先卖下去 先躲过这个年底基金排名 你这么想的 我也这么想 他也这么想的 最终就演变了什么 跟打牌样的 看谁跑得快 因为你跑得快了 那么我的这一个出局的点位会高一点 那么我的这个利润会更好 那么你跑得慢了 你再往下出局 你就明显比别人差一点点了 所以说就营造成了宁德时代这段时间 你杀一下我杀一下 最终阶级形成了一个场 它的效应 把整个宁德时代给带下来了 这也是有这么一层因素的 那么我们讲宁德时代 作为整个新能源产业内的龙头品种 它在整个新能源当中的地位 就类似于茅台在大消费当中的地位 茅台一跌大消费全死的 那么宁德时代一跌 整个新能源也全下错了 尤其是锂电池板块方向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点 我在今天上午的实战直播当中 有重点的讲到一个观点 我们指出 上海钢联继续报道 我们的整个的锂矿资源价格在持续的上涨 每天都在涨 那就相当于锂矿价格在涨 那么持有上游锂矿资源锂电原材料的品种 他们的业绩必将大增 我们要记住一句话 造车的是为造电池的打工的 造电池的是为原材料打工的 那也意味着 宁德时代是造电池的 它出现了下跌 结果把原材料都带动下来 那么原材料方向就是错杀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会发现 像今天宁德时代一跌 整个锂电方向 尤其是锂电锂矿方向 出现了大幅度的杀跌 很多人内心已经崩溃了 扛不住了呀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想 股市是反能性的 一旦你扛不住之后 然后它又具有内在价值 那到底该怎么去做 我一直在讲宁德时代的下跌 和贵州茅台的下跌 虽然说在逻辑上是一样的 想带动整个板块下行 为新的一轮的行情 结构型行情烂布 比如说为大金融烂布 但是你要理解到一个问题 整个大消费的下跌 它和新动员完全不一样 大消费的下跌 是因为整体的经济环境变化了 然后我们整体的 消费水平有一定的下降 经济有一定的下滑 不支撑大消费持续上升 本身大消费的品种 它的年化增长率就比较低 达到个20%就已经非常了不得了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锂电池产业链的很多的品种 年化业绩暴增动辄就是好几倍 那么在这种背景当中 它能刷到哪里去 所以说记住我今天讲的这句话 很多时候 因为市场的恐慌情绪造成的一个杀跌 往往是给出一个绝佳的机会 好讲完这个点之后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像今天上升主连方向 包括上升50为什么是上涨的 这就表明在您的时代杀跌的过程当中 上升50快速的回升 到今天上午是翻红了 意味着整个市场 它已经开始切换了 我们一直在讲市场的必经之路 A股财富第三步局 中指头方向 大金融方向 很多人讲拿住很累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说你没拿这个品种 你理解拿住新能源的 或者其他板块品种 近期连续暴跌的心情吗 所以说炒股很多人就是 完完全全以自己一个 非常自私的角度去理解市场的 认为自己持有的股票不涨 就是有问题的 而没有想到 如果说你没有持有大金融方向 你持有的其他的方向 大跌你怎么办 所以说整个市场 它都是均衡的 每一个人交易的每一个品种 核心的一点就在于 它的内在价值 以及未来有没有机会 就比如说持有理宽方向的 最近杀跌了 你到底是要割路逃跑 还是说要坚持它的内在价值 就跟我之前讲 大金融方向是一样的 好了 今天我们讲主题逻辑 就是给大家把这些事情给点透了 让大家明白几个事情 北项资金和内资的一些关系 把它理解透彻了 宁德时代 新能源产链和主板方向的关系 规则茂台大消费 和金融商道方向的一个关系 我在昨天晚上有讲到 主题机构会把前期杀期权 砸出的筹码慢慢的都买回 那么目前宁德时代杀跌之后 那么后续它同样也会买回来 只不过目前这个时期节点 正好是到了年关附近了 那么宁德时代目前它就是扮演这么一个角色 首先杀的是整个指数 压制指数烂位给主板方向 其次就是整个新能源产链当中 基金排名目前有一个短暂的穿口期 好了今天的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晚上的策略课再详细来讲 今天整个市场在我看来 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找盘的时候下错 然后出现了一个V字形的反转 这是符合我们强调的 震荡叙事的一个态势的 下午的时候就看一下 主板大盘方向能不能翻红 好了